在去年的今天 我国的第一位患生人 吴祥正先生 在台大医院接受了一次 很成功的肾脏移植手术 那么经过这一次手术以后呢 台大医院方面又进一言进行了 四次的肾脏很成功的移植的手术 那么今天呢 在这一个有纪念性的日子里呢 我们想来访问一下 主持这些肾脏移植手术的 李静人李医师 李医师您好 我想请问您的就是 在经过您五次的 很成功的肾脏移植手术以后啊 你认为将来我们还要继续进行 这种肾脏移植手术的话 是不是很有把握 刚刚这个吴祥正接受这个肾脏移植 蛮周年的一天 我们觉得就是很有意思 刚刚廖先生问的这个题目呢 他说说我们有没有把握得做下去 我觉得这个五次的这个经验 是非常紧张的可贵 加上我们以前的两年多 这些实验 做了很多的动物实验 在这个实验上的这个经验 跟临床上的经验 合并起来 我们觉得将来我们可以继续做下去 我们肾脏移植的手术上呢 是这么的进步 但是就最近的一次 就是给王辉芬小姐做肾脏移植手术这一次呢 她好像经过了很多的困难 才等到一个健康的肾脏 对于这一点呢 好像就是我们社会上呢 对于军生这种东西呢 好像不太能够赶上这个医学的进步 那么对这一点您有没有什么意见 关于这种手术呢 是不单是在外科的医生 就是上这个肚脚戏就可以做 一定要考虑到很多社会上的问题 而且法律上的问题 伦理学上的问题 作业上的问题 所以要做一个手术呢 并不是那么简单 并不是那么简单 一定要配合种种条件 这种条件完全符合 符合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进行这样复杂的开刀 王辉芬是我们做了五次开刀 这个里面最复杂的 而且最困难的一个 他等到八个多月 能够得到一个胜 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 是完全是要靠这个完生生的贡献 他在临终的时候 他就要是在他决定 转到他身体里面的一个伸张 给王辉芬小姐 这个举动呢 我想是非常是可配的 就是我们本来这个观念 就是死了以后 时候一定要把全部的这个身体来埋葬 这样的观念呢 我想是没有什么意思 你的埋葬一定会互败 而且没有什么交代 如果他把自己这个身体某一部分 或者一个器官呢 留下来 让他能够继续在这个时间活的话 我想这个很有意义 他不但在帮忙一个人再继续生存 他自己的一部分的身体也在世界上生存 同时呢 他对于这个医学方面的贡献呢 是不够枚举 台湾医院呢 现在已经很成功的 做了五次的肾脏的移植手术 那么是不是还计划做其他的 器官的移植手术 这个器官移植 除了肾脏移植之外 还有肝脏移植 还有心脏移植 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尤其在我国东南亚一带 这个肝癌的肝炎症很多 需要积极的考虑 对这些病人能做一点事情 谢谢您 接受我们的反问 谢谢